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 请大家低头莫倒 安静我们的心 请思琴续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灵啊 你当醒起 琴瑟啊 你当醒起 我自己要及早醒起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仓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祢是福人是他 耶稣我的教主 耶稣 Jorge 重要的书 耶稣先生老子 耶稣真是爱子 耶稣真是爱子 他本是神 却娶了奴仆的形象 他圣洁无暇 却担当世人所有的过犯 他被罪人定死 而他的血 却成为罪人们 伤命的泉源 他是基督耶稣 是替我们而死的赎罪羔羊 是永生神唯一的爱子 你是福音师的 耶稣我的救助 耶稣真生孩子 你从父亲过他 享受他的安抚 耶稣真生孩子 我和当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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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真生孩子 神赐他作书家 拯救世人灵魂 耶稣真生孩子 耶稣真生孩子 我和当奇妙 我和当奇妙 我和当完美 耶稣真生孩子 我和当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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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真生孩子 不救救世人灵魂 耶稣真生孩子 耶稣真生孩子 我和当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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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当爱子 耶稣真生孩子 耶稣真生孩子 主啊 我的心遵你为大 我的灵 以你为乐 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要见拜你 夜晚来临的时候 我要称谢你 夜你顾念你 使你的卑微 夜你怜悯敬畏你的人 夜你叫饥饿的 得饱足 夜你叫软弱的 得刚强 送赞住我的灵 我的魂 尊重他的生命 尽全心和全力 歌送你 我总重你的生命 太阳升起 太阳升起 显得一天来临 就是要再来歌颂我身 无论我身 无论将要面对是顺境或是年纪 当夜晚来临 仍要歌颂你 尽全心和全力 尽全心和全力 他送你 我尊重你的生命 尽全心和全力 我尽全心和全力 尽全心和全力 尽全心和全力 一年的 卫山谷主的歌颂你 天王阁里 我要听我爱你 送赞出我的灵 我的魂 送赞出他的生命 尽全心和全力 他送你 我送赞出你的生命 那日来临 我的力量消失 生命到尽头 的时候来到 我心 坚定无知 敬礼歌颂你 千万年一直都永远 永远 永远 哦 送赞出我的灵 我的灵 赞出他的生命 尽全心和全力 歌颂你 我尊重你的生命 尽全心和全力 歌颂你 我尊重你的生命 主耶稣 谢谢你建立教会 谢谢你带领教会 月旷野过江河 愿你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日日更新 勤勉做工 直到那日 欢然欣喜 迎接你的灵 迎接你的灵 主儿 主儿 我在这里 求你 求你 听我心愈 我愿先全身 作为火箭 尊心深知 求你欢喜 你曾为我 赦了你自己 我怎能对你 无情无义 全心 全意 为你而活 直到那日 欢然欣喜 直到那日 欢然见你 直到那日 欢然见你 直到那日 欢然见你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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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主啊 主啊 我在这里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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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心愈 求你 求你 听我心愈 我甘愿 不再满足自己 只求你 听我心愈 只求你 成全我这心愈 只求你 成全我这心愈 只求你 成全我这心愈 你说 名晚乘留 赴神之义 只求你 成全我这心愈 直到哪日会认见祢 主啊 主啊 我在这里 朝夜 求祢听我心 我可想哪日快速临近 教会满欢喜 愿意再临 念念中生徒 走过艰辛 我怎可补仇 标杆前行 伴我心闻 涅滴之意 幸福装装 愿意再临 念念中生徒 走过艰辛 我怎可补仇 标杆前行 伴我心闻 涅滴之意 幸福装装 愿意再临 主啊 祢的儿女们在这里 求你使用 求你拆遣 求你垂听儿女们的祷告 祝福装装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圣灵宝贵师 三位一起的真神上帝 你的众儿女今天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 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 因你是创天造地的主 你更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举目天地 你是独一真神 你是尔法 你是奥米格 你是开始 你是终结 诸天述说你的荣耀 穷仓传扬你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 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你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我们唯有借着你道成肉身的生命 才能进入到你一切的真理之中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 埋葬 复活 打通了我们与神的隔离 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 让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 和破坏的灵魂 得以有了永生的盼望 主我们感谢你 赐下这美好宝贵的救恩 我们当向这个世界大声宣告 你才是真神上帝 天地间没有哪个名我们可以倚靠的 求主让我们为你的福音大发热心 求主让我们向这个世代奋力传讲你赦罪审判的消息 让执政掌 让执政掌权者 与普通民众都能敬畏你 迷途知返归向你 我们也指着肆虐的疫情 向你仰望祈求 求主你赦免世人 过往所言所行 无理顶撞 亵渎不认你的罪 求主你止住怒气 以使我们得以存活 求主让我们在患难中被唤醒 求主让我们将你当得的荣耀 完全地归给你 求主借环境 炼造我们成为精进 今天是母亲节 求主祝福所有的妈妈们 纪念她们的辛劳 使她们的才德成为儿女们的榜样与骄傲 求主保守李牧师的正道 是她所传所讲 满有主你复活拯救的能力 使我们今日随身居各处 都可同感一灵 使主的名大得彰显 求主保守英文堂各项活动 祝福今日所有奉你的名 聚集的所有的人们 以上的感恩 祈求 祷告 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萨摩尔记》上 一章一至八节 以法连山地的拉玛索菲 有一个以法连人 名叫以利加拿 是苏福的玄孙 托户的曾尊 以利户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 一名哈拿 一名匹尼拿 匹尼拿有儿女 哈拿没有儿女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世罗 敬拜祭司万君之耶和华 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 菲尼哈 当耶和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肌肉分给他的妻 匹尼拿和匹尼拿所生的儿女 给哈拿的却是双份 因为他爱哈拿 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匹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就做他的对头 大大激动他 要使他生气 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 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 匹尼拿仍是激动他 以致他哭泣不吃饭 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拿啊 你为何哭泣不吃饭 心里愁闷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下面请李牧师正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感谢上帝 也谢谢每一位做母亲的 在孩子一生成长的路上 无私的付出 以及爱心的关怀 孩子从母父一直到长大成人 在整个过程里面 上帝都预备了母亲 给孩子有莫大的影响力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中文历史上 大家熟悉的亚圣孟子 他母亲孟母三千的故事 大家耳熟能详 让父亲为他预备 合适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是这么样的尽心尽力 那我们也看见 宋朝岳飞 他的母亲也是 怎么样的带领他 在他背上赐下 金钟报国四个字 让他一生报效国家 造就了一代的名将 不只是我们东方如此 在西方也有一句名言 就是 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is the hand that loses the world 也就是摇篮的手 统治了这个世界 或者是推动了整个世界 那我们看见 不出东方或者西方 不只是歌颂母亲的爱 也歌颂母亲的影响力 那我们看见 这些都是给力的母亲们 她们都很酷很棒 很有力很够力 达成一个母亲的一个职份 带领孩子有美好的成长 那圣经有没有讲这一方面呢 有很多我们时间关系 只简单的看一两处 在真言里面就提到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诡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也就是父亲跟母亲 在一个父权社会的里面 母亲也照样是相提并论 对孩子的影响 对孩子的教导 都有很重要的一个 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在新约里面 也看到这样的实例 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提到保罗的干儿子 也是他的得力的中心的助手 就是提摩太 他的信仰 根基从哪里来呢 是从他外祖母 他的祖母 罗以以及母亲 带给孩子信仰的一个影响力 那我们看见 这都是非常宝贵的 宝贵的母亲 带给孩子信仰的一个影响力 那当然 有人会说 如果母亲还没有信主 或者她不认识神 如何如何 但神的恩典还够而用 今天神仍然可以帮助我们 生命改变 让我们生命成长 但是显然呢 神是起初的心意 是盼望每一位母亲 可以靠主 知取主的力量 能够在家庭的当中 能够把美好的信仰 摘植在孩子的心中 以至于成为一位给力的母亲 赢得孩子的尊敬和尊重 那今天早上呢 我要和大家一起的思想 一位给力的母亲 她的名字叫哈拿 她在《沙末尔记》上 第一章第二章 记载了关于沙末尔出生的一个经过 而在一章二章里面呢 记载了她家里的几个人 也就是主要的主角呢 就是哈拿 这位母亲 她的丈夫是以利加拿 然后哈拿是大房 然后二房是庇尼拿 在第一章第二章的经文也提到了 还有一位祭司以利 好他们的什么时代呢 是在西元前 一千一百多年前 也就是世诗时代的晚期 在旧约圣经 世诗时代的晚期 当时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君王来统治 也只有世诗上帝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兴起一位领袖来带领这个国家 那世诗时代当然有个特色 他们国中没有亡个人任意而行 这是一个蛮混乱的时代 以至于他们的生活信仰的水平呢 都是比较差的 那我们看见了解他的时间 那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地理位置呢 他们是住在拉玛 在四海的西北方 然后四螺就是会幕 当时圣殿还没有盖 是会幕是敬拜神的地方 在四螺的地方在拉玛一辈 好 那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呢 其实很平凡 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但是他们处在的是世诗时代晚期 一个比较信仰 比较不是那么样一个 信仰跟国家都社会 都是比较混乱的一种情况 他们是平凡的人 但他们自己的家庭也不平静 却不平静 为什么不平静呢 因为哈拿 她先生对她是不错 但是哈拿没有生育 那在那个时代 没有生育的妇女呢 是心中非常痛苦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很多年轻人 夫妇 他们就决定不要孩子 但对当时哈拿 他们是非常期待孩子 但是却一直没有生育 那可能 因为当时风气的影响 或者是奉婆婆之命 以利加拿又娶了二房 就是庇宁拿 那这个对哈拿来讲 就是一而再的受到的打击吧 而且情况 每况愈下 因为哈拿 又生儿又生女 那我们就看见 在一个家庭里面 孩子出生 不管是自家人 或者亲戚来了 都围着孩子转 那以至于 拼尼拿跟他的孩子们 肯定受到家人的一个注意 或者说他们的看重 那你可以想象 哈拿心情是越来越低沉了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见 拼尼拿呢 可能他刚刚进家门的时候 对大房哈拿这个姐姐 他还恭敬 但是呢 等他自己有了孩子 显然地位提高了 气焰也就高起来了 那对哈拿呢 就没有什么好的脸色了 那他的丈夫呢 以利加拿 看起来个性是比较懦弱 他对这样一种情况呢 他也一筹莫展 他就只有在平常的生活的里面 他有时候给哈拿一些好东西 小东西 希望能够给他有些安慰跟支持 譬如说他们去圣殿 一年一次要去圣殿献祭的时候 他们要有那个祭肉 在献完祭之后 可以一起享用 那他就会给哈拿 他两份好的肌肉 以至于希望哈拿能够高兴 那当然这种做法呢 其实只是增加这个 在庭里拿二房呢 他的一个嫉妒和纷争 以至于他都没有好话 常常冷嘲热缝 让哈拿非常的痛苦 圣经就记载 那一次他们又上圣殿去 丈夫仍然是给哈拿 两份的肌肉 但是他的二房呢 就那一天看来是 这个有多讽刺吧 以至于只伤骂怀 让哈拿在不断的哭泣 甚至都吃不下饭 他先生甚至安慰他说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 他这样的安慰的话 在哈拿身上都不起作用 我想这也是正式中了 二房的计法 二房心一想 你有两份肌肉有什么用 我让你气到不行 气到连半份肌肉都吃不下 所以你看 他摸到这样一个情况 心中是何等的沉透 那面对这样一个光景 二房好像已经定义做他的对头 而且要一辈子和他对着干 那哈拿一定想 这个日子还能过吗 这种情况下 哈拿怎么来面对呢 他是不是去找闺蜜诉诉苦呢 有可能 但是当然大家知道 不想现在交通便捷 还有手机随时联络 他们当时就算有好的闺蜜 都不晓得坐得离多远 或者有什么机会 可以在一起诉诉苦 总之呢 就算能够有机会诉苦 也不能解决这样一个生育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他另外 他会不会想想 好吧 一不做二不休 你跟我对着干 我也跟你对着干 干脆来个两代俱山 玉石俱坟 他没有选择这样一条路 这样的做法 因为他也是敬畏神的女子 那他还有没有一条路可以选呢 感谢主 他选择一条智慧的路 那是什么智慧的一条路呢 那就是他选择了祷告 选择祷告 那我们看一下 在《撒末尔记》上第一章 记载他的祷告 他的几句话 上帝都让他留在圣经上 那他怎么说呢 那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在释罗吃喝完了 哈拿就站起来 即使已立在烟花殿的门框旁边 坐在自己的胃上 哈拿心里疼苦 就痛痛哭泣 这个痛痛哭泣呢 用我们比较准确的翻译来讲是 他哭了一个大哭 哭了一个大哭 有险像我们说 睡了一场大叫 也就是他真的哭到不行 他就祈祷耶和华 祈愿说 万君之耶华 你若垂固悲女的苦行 眷念不忘悲女 是我一个儿子 我必是他 终生归于耶和华 那我们看见 他接着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哈拿在耶华面前不住的祈祷 以立定睛看他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磨倒 只动嘴唇不出声音 因此以立以为他喝醉了 所以我们看见 当时的祈祷以立 看到他这样哭泣祷告 他因为是磨倒 没有出声 就还以为他喝醉酒了 那祈祷也不能不说几句话吧 我们接着看 以立对他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 主啊不是这样 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清酒浓酒都没有喝 但在耶华面前清心吐溺 不要将被你看到不正经的女子 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 所以祈求到无尽 以立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 愿以色列神兵遵你向他所求的 哈拿说愿悲女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他就回去吃饭 脸上再不带愁容 好 那我们把这个祷告大概重点看一下 他的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他在神面前所谓的清心祷告 因为他自己在那边说 我在上帝面前是清心吐溺 那什么是一个清心吐溺的祷告呢 我们首先看见是心无掩饰祷告 因为他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 也就是毫无掩饰 他心中怎么样的难过悲哀痛苦羞辱委屈 因为他通通倾倒在神的面前 他在神面前清心吐溺毫不掩饰 他不是来做文章 不是打报告 他是把他的心好像掏出来在上面面前 那其次呢我们看见他同心 在神面前与主同心的祷告 什么是与主同心祷告呢 因为他虽然在那么痛苦的一个情况下 他没有忘记上帝是那样一位全能的神 他自己是何等卑微 不过是一个卑女 所以主说眷顾他 顾念他的苦情 赐给他一个儿子 他说他愿意让这个儿子成为拿歇尔人 也就是在旧约里面 我们看见拿歇尔人是不剃他的头 不喝酒 不接近死尸 我们看见这个在主的面前 他愿意把这个儿子陷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主 那这是什么 是主为他 他也为主 主把儿子给他 我也愿意把儿子给主 与主同心的祷告 还有呢 看见圣经也提到他 不住的祈求 他继续不断的在主面前祷告 不停止的祷告 这是一个用心专业的祷告 他不是三句话两句话 他就走了 他乃是非常的专心 非常用心 在上面前 切切的恳求 切切的恳求 我们俗话都说 家家有本来年已经 我想不止哪有困难 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 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困难 特别COVID-19这段时间 已经超过一年 大家都很不容易 不论有时候一些公司 或者自己的或者配偶 工作的地方 要改组 要合并 或者是有任何的情况的发生 那会不会留下来 就算被留下来 留多久 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孩子在线上的学习 如果孩子本来就比较内向了 线上学习跟同学的互动就更少了 那也有些孩子是很外向 那忽然之间变沉默了 是不是在网上跟同学有了纷争 到底什么情况呢 心中大家都有很多的困难 甚至有时候我们接到医院 医生通知我们 要做一些CT scan的检查 或什么 我们也说也会忐忑不安 是不是这个检查结果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如果我有问题 又有什么情形 心中难免会打鼓吧 那感谢主 我们虽然都有这些困难 但神也让我们有一般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周围 除了彼此的分享交通之外 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比如说我们姐妹们 我想特别哈达的经历 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有一位 愿意倾听我们祷告的神 求主 欣喜我们的姐妹们 成为刚强 而且给力的母亲们 正如彼得后书 五章七节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郁 谢给神 因为祂固念你们 也就是说 我们不愿怕麻烦上帝 或者这些事情太多杂事 要麻烦上帝 不用担心 主乐意来倾听 因为在哈达的生命里面 告诉我们 是有一位 愿意倾听我们祷告的神 我们可以一见一见地告诉主 告诉主我们的担心 我们的害怕 我们的烦恼 或者是受到的委屈 羞辱 跟痛苦 我们没有机会辩解 但是都可以来告诉主 我们宣告我们的主 祂知道一切 我们的主 在一切事上掌权 求主以最荣耀祂名的方式 来成就祂的旨意 在这边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看到哈达的祷告 我想给我们一些提醒 我们也可以告诉主说 主啊 哈达的祷告 他痛苦流泪 但是他乱方寸 知道抓住主迫切祷告 又勿找主的心 与主同心 主啊 我自己一急 有时候就手忙脚乱 只想到找人 或者想办法解决 真的非常羞愧 求主饶恕我的软弱和小心 加添信心 我朝廉恳切地祷告 主啊 哈达得到 他就愿意为主所用 我领受了许多恩典 却忘记恩典从你而来 只顾自己来做主 心中也总是 就会患得患失 主啊 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提醒 愿你赏赐地给我的 我一切都能为主所用 拜荣耀你的名 阿们 所以姐妹们 所以姐妹们 清心祷告 那我们做弟兄的 我们就 也要提醒 就是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也尽量安排时间 和姐妹们 一同的清心祷告 一同来经历神 因为他家里的重担 就是 就是我们 也是我们 家里的重担 就是我们自己的重担 那我姐妹们 心中的痛苦 忧伤 其不也是我们做弟兄 应该一起分担了吗 一起和姐妹们 一起来经历神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起的 同心的祷告 所以 我们看见 清心祷告 使我们进入 能够 进入 给力的母亲的 这一条路 那 靠足的恩典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 哈拿的故事 哈拿请清祷告之后 他就得到祭司一定的祝福 并且上帝的恩典 垂顾 以至于他回家之后 就生了 撒末尔 这位 这个儿子 撒末尔长大之后 在圣经里面 撒末尔继续看下去 就看见他长大 后来为主大大使用 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 是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身兼 士师 祭司 和先知 三种 重要的职份 大大为神所用 那 当然 我们要讲清楚 说明白的 就是 不因为 不是因为 哈拿 他的祷告 有什么功德 和命运 他的祷告 并不是有什么 其 所谓的 妙方 因为清新祷告 就是我们 当 应当有的一个 最真诚的祷告 那至于神 赏赐哈拿 儿子 是神的主权 主的恩典 那 如果我们的祷告 来到神面前 主成就 或者不成就 这也是神的主权 如果主没有成就 我们的责任也是 学习顺服的功课 相信 主有最好的 一个安排 然而在这边 我们看见 因为 怎样给力的母亲 在 《商尔记》上 圣经 如果我们自己 有机会 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 就看见 哈拿 有个孩子之后 有三年 或者三年 到五年左右 那 他就 没有带孩子 到 慧部那边 因为孩子还小 需要 喂奶 所以圣经记载说 一直到他 断奶 才带到 祭司 以利面前 让这个孩子 来学习 侍奉生 那我们 会稀奇 孩子还那么小 就要离开母亲 到祭司那边吗 未必如此吧 因为 圣经没有明说 但是有一个 给我们 有一个暗示 就是在 一章 十九节 就是当时 这个 哈拿 信中非常丑苦 扑扑哭泣的 那个祷告之后 第二天 他们就起来 在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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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拜 回拉马去了 你看到那些 他们 那二章 也就是 当 哈拿 在 孩子 断奶之后 和 他的丈夫 一起 再到 慧幕那里 献祭的时候 之后 就有一段 哈拿的祷告 然后 之后 就是 记载 伊利加拿 回家去 就没有提 不是说 他们 显然 哈拿 还 留在 世罗 一段的年日 陪 这个 沙伯尔 长大 这是 顺便 提到一下 那这边 最主要提醒我们 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哈拿 这位母亲 非常给力 非常棒 就是她 许愿之后 她认真地 还愿 圣经没有要求 我们一定要许愿 但圣经 在提醒我们 许愿 就应当还愿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人与弱势 我们都要 人言为信 都要 言而有信 何况是对神 所以 重点 不在于 要不要许愿 重点在于 我们 是不是 对上帝认真 对信仰认真 也就是 信仰认真 落实 信仰认真 然后 把 落实我们的信仰 往往 也是有一个过程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知道 凡是一号主 对吧 我们求主 充满我们 随时求问 仰望主 但当事情 发生之时 有时候 我们还是 那个血气 自我会跑出来 孩子年幼的时候 我想我们最容易犯 就是 一看见还 你犯错 我们就 就生气了 有时候 就 立刻 开骂 然后 提高声量 等等 那事后呢 好像就听到圣明 微小的声音说 你这样做合适吗 那我们说 不合适啊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应该 自己都会觉得说 我应该是 好好地 听他解释 然后跟他 说明 事情的 一个 应当 怎么去处理 他这样做 不对 他要承担什么的责任 然后 甚至 要受 怎么样一个 合理的处分 来帮助他 记得 要学到这个教训 那但是等下一次 还又犯错的时候 我们可能 血气又上来了 我们又 又大声的责骂 而忘记了 或者说 又要等事后 才再想起 上一次 上帝不是 已经提醒我 应该如何 来教导孩子呢 我好像这次 又做得不好 所以我们就跟 祝祷告说 主啊 不只是孩子 会一再犯错 我也会一再犯错 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 那这样我们 一再的学习 那这样我们一再的学习 甚至限知限觉 一被圣灵提醒 我们就立刻 立刻 调整了 所以 弟兄姊妹 因此我们看见 作为一个给力的母亲 除了清醒祷告 我们还要落实信仰 好 当他们夫妇带孩子到祭司里那里 让孩子终生 制度变化 的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 想一想 我们祷告的心情是怎么样 特别因为做母亲的 乳养了三五年 这孩子自己心甘宝贝啊 竟然要 现在就要交给祭司 在那边学习做祭司的门徒 然后做 像今天要做全职的传道人 现在一些父母 孩子已经长到二十几岁 或者甚至年纪更大一些 要做传道人 很多母亲还舍不得 我的宝贝儿子要去做传道人 心中很不舍 那汉拿会不会还跟上帝 讨价还价呢 要不再大一点 或者说上帝你再给我几个孩子 我再让沙漠奉献呢 我们看 他当时带沙漠去的时候 是不是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这样难哼难舍呢 那我们看看哈拿是什么样的心态 在二章的一节 我们看一下那边说 哈拿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唤心 所以你看见他的心情是什么 是欢喜的快乐的荣耀的感恩的 那他接着他祷告 前后是十节的经文 记载他的祷告 圣经的篇幅很很宝贵的 用十节经文把祷告记载下来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选其中一点 来读 第二章二三节那边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 那我们再来看第七、第八节 他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排出 来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以王子同坐 得着荣耀的座位 足有权柄 能够翻转成败 这是我们看一看 他主要的意思 好 我们再看 在第二章第一节 跟第二章的第十节 有一个对比 哈娜一开始道说 我的心 因耶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华的救恩唤醒 然后第十节说 与耶华增进的 必被打碎 耶华并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必审判第一级的人 将力量赐于他所立的王 高举受高者的教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 讲到第一节讲到救恩 第十节讲到审判 第一节讲到个人 第一节讲到全体的人 第一级的人都包包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看见 哈塔的祷告 已经比较没有 在他的祷告里面 他个人的需要那些都放开了 虽然他把这个孩子献给主 但是我们看见他献给主 但是他心中完全不在 那我没有了 我现在又是一无所有 我没有了 我们看见他心中已经充满了 神的恩典 神的荣耀 那弟兄姊妹 前一个祷告 他里面充满了痛苦 他个人的一些 个人的痛苦 个人的悲哀 个人的这种 这种 这个需要 但是到了第二章 也就是三五年的一个分别 他完全是以神为中心 God center的一个祷告 他对上帝的荣耀 上帝奇妙的计划 上帝的救恩 他自己好当中 看见上帝这个大作为 而他既然在当中有份 这是何种的宝贵 这是何种大恩典 那你就看见 这三五年下来 哈拿的灵命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成长 所以 一个人的祷告 也就是说 他的灵命 可以从他的祷告 可以看得出来 哈拿的祷告 从第一章 到第二章 你就看见 有何种大的分别 不再有眼泪 那是充满感恩 欢乐 跟荣耀 而丁子妹 灵命的成长 也不是一触可及 或者一天长成的 这也是日积月累 的一个长进的结果 那今天照样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灵性好不好 高或者是低 信仰落实 不落实 或者我们对神 对人 对世界 对人生 对未来 我们到底是 从神的角度来看 神的高度来看 还是从人的角度 从属地的一个角度来看 世俗的角度来看 孩子 他们眼睛是血亮的 那耳辱目染的一个结果 他们肯定会受影响的 其实呢 不要说这种有深度的影响 就连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没有换位思考的 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伤害了孩子 前几年 我有机会跟孩子 再一次坐下来 深谈 也就问问他们 有没有 你们小时候 爸爸没有注意的 让你们心中很不舒服的事 起心也很客气 没有没有 后来老爸说了一件事 那时候 心中是蛮不舒服的 什么事呢 就是他 在上中学的时候 冬天去学校 穿了牛仔裤 因为你看牛仔裤很薄嘛 所以就要了 一定要穿这个雪裤 因为零下18度 20度 那么冷的天 这个要去等公车 搭车到学校 两条腿不变乒乓了吗 所以我就一定要求他穿雪裤 他跟我争辩了很久 还是就穿了雪裤去学校 但是他告诉我 他说去学校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裤子脱下来 跑到厕所 去把下巴裤脱下来 免得被同学笑 为什么呢 我说这么冷的天 穿雪裤是正常 他这次才跟我解释说 因为只有小学生才穿雪裤 中学生没有人穿雪裤上学了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个文化上的差异 没有去理解他当时的一个处境 一种算是没有换位思考吧 那你看连生活这么小事都会影响孩子 何况生命价值观对孩子的影响呢 那如果我们过去在不当的 过去有一些不当的影响 盼望我们今天也被圣灵感动 也就是求主赦免我们 让孩子原谅我们 我们希望能够在孩子的一个灵性上 是能够成为一个给力的父母 也就是过去有亏欠呢 试着一饮 孩子可追 也就是圣经所说 王行背后 我们应该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应该在灵性上 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情 那是桑莫尔还是孩子 他今天在以利那边服饰了 穿着西麻布的以佛德 这是一个祭司的外袍 正式的祭司外袍 桑莫尔还是孩子嘛 穿一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穿着西麻布的以佛的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他母亲每年为她做一件小外袍 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 带给她一粒为以利加拿和她的妻祝福说 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次你后裔 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 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耶和华眷顾哈拿 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那孩子桑莫尔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大家看了这个经文 哇 这个rate of return 投资报酬率挺高的 奉献一个孩子 给上帝使用 上帝又给了他五位孩子 那弟兄姊妹 上帝给他多少 这完全是上帝的主权跟恩典 而且哈拿没有这个心 要跟上帝讨价还价 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 这是神的主权 也不是这边的重点 那在这边呢 其实 其实 主要是我们看见 那边讲到 那个乙福德 我们刚才看了 那个是 母亲呢 就给她 那辈的一件小外袍 因为她 所以这个小外袍呢 很有可能就是讲乙福德 因为乙福德就是 祭司穿在外面的一个外袍 那她还小嘛 那随着每年年纪长大 这个外袍也需要加长加宽了 那就目前为她预备 感谢主啊 哈拿不是一位虎骂 不是虎骂 明年上到四楼 就先问沙默 怎么样啊 这个摩西的瑞法 考几分 那个祭司 的献祭的规矩 能不能倒背如流 如果没有 考成绩不好 就不给你小外袍了 如何如何 看我们的这位哈拿 母亲哈拿呢 没有这样子 只顾一道孩子的学习 这种知识脱脑学习 而特别圣灵气窄 她每一年做一个小外袍 给这个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 沙默穿在身上 暖在心里 也不止身体暖 心里也暖 因为 游子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对吧 所以穿着补青 亲手为她织的 这个小外袍 心中当然 她不但身体温暖 心里面也非常感恩 非常地谢谢她的母亲 而且最主要 这个母亲显出 她能够在她能够 参与 沙默尔侍奉的地方 和沙默尔一同的 同心来侍奉 同样侍奉 这个母亲这样的 挂念到她在侍奉上 是不是能够 有一个更好的服饰 肯定在家中 也和父亲一起 为这个孩子祷告 所以当沙默尔在 在四螺 会慕那边 学习服饰 她心中一定 充满了感恩和力量 因为知道 妈妈爸爸在家 也为她祷告 也为她祷告 和她同心的服饰 孩子的身心灵 我们看见 都从母亲那边得出了力量 那哈拿这个母亲 真的是非常给力 因为她给孩子 是一个整全的关怀 整全的关怀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 都在孩子的学习上 在孩子的生活上 灵性上 也都非常的给力 在平常生活里面 都和孩子一起分享 有分享 有交通 有祷告 在COVID-19之前呢 教会 我们有实体聚会 那大家 母亲们 还有父亲们 人流的 都有来接送孩子 参加聚会 参加团契 特别聚会 VBS的一些义工 甚至 也预备点心 来招待 团契的弟兄姐妹 团契的孩子们 也在服饰上 一起参与 一起的献狮服饰 孩子们 和父母 一起的 四种神 都是非常 非常 宝贵 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不单在日后 会成为他们人生 美好记忆的一部分 更宝贵的是 你们参与了他们 生命的一个成长 重塑 爱人 爱神 服侍上帝的 一个 美好的一个历程 恭喜你们 你们做得很棒 你们很给力 最后为你们感谢神 也愿感动哈拿的灵 也感动每一位母亲 都成为给力的母亲 父亲也沾光 我们一同学习 如果在清心 祷告 若是信仰 曾经灵命 还有整员关怀方面 我们觉得 还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 求顺利 光照我们 我们彼此鼓励 一同靠主 更上一层楼把 最末了 我们看到二章二十一节 非常美的一节经文 那孩子 萨摩尔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我想说每一位母亲 给力的母亲 都很盼望 像一位给力的母亲 哈拿一样 盼望孩子 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将成为我们 最大的安慰 那好不好 我们姐妹们 我们父亲们 也可以一起 我们参与 我们可以一起跟主 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啊 愿我孩子 某某某 你把名字就加上去啊 愿我孩子 John 愿我孩子 这个 Albert 等等 也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求主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讲 主耶稣啊 愿我的孩子 在耶和华的面前 渐渐长大 求主 垂听 愿上帝 特别的赤股 每一位孩子 每一位母亲 也都成为给力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母亲节 我们把每一位亲爱的母亲 交在恩主的手中 祝我们姐妹们 许多母亲们 她们都在你面前 尽心尽力的 来帮助她们的孩子成长 谢谢你 将哈拿的精力 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知道 清心祷告 是引我们进入 给力的母亲的一条路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也学习清心统一 不只是我们这样清心的祷告 我们在祖面前 也怎么样的 落实我们的信仰 增进我们的灵命 让我们在不足的地方 我们有计划 有秩序的 也殷勤的 不断的追求成长 也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不只是 关顾孩子 知识上的学习 身体的成长 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心境 更也看重到 他们与你的关系 他们灵命的成长 使我们每一位母亲 都能够 对他们有整全的关怀 让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 也做一个给利的父亲 与给利的母亲 同心协力 来牧养我们自己的家庭 使孩子在当中 得到主你自己的恩典 用在耶和华面前 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 我们恭敬的 把每一位都交在恩主手中 求主赐福每一个家庭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下面报告事项 在报告事项之前 首先欢迎 第一次来到我们 线上崇拜的新朋友 请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留下你的信息 以便与你联络 也欢迎你继续来到 我们县上崇拜 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疫情缘故 请至教会网站最新消息 查询教会最新动态 真诚奉献 请至教会网站 点选奉献支持 查询银行电子转账 或是直接线上使用信用卡奉献 每主日线上崇拜 每主日线上崇拜后 长老传道将于入母线上开带导会 如果你有需要带导的事项 欢迎参加 详情内容 请参考教会网站 母亲节创意派对 儿童主日学 将于今天下午一点半 于入母举行线上派对 有精彩游戏 赞美 操律动 爱妈妈创意点心等 会议连接已公布在教会电报族群和教会网站 欢迎您参加一同热闹欢庆 2021年门讯课程4月至6月 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钟 第一由曹雪怡姊妹主理的灵修出街 认识教会由崔正蔚弟兄主理 欢迎大家参加 青春的窃姬读书会由邱佩兰姊妹主理 时间是下周二晚8点 以上详细课程内容 请参考教会网站和教会电报族群 本周三晚上7点半 由教会的祷告会 欢迎弟兄姐妹们 踊跃参加 为教会的各种事项 来一起祷告 由于安省居家令缘故 教会派发下一季 一次性圣秉碑登记 将延至居家令结束后才能举行 现在请全体起立 我们请毛传道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我们一同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赐你平安 所有神的儿女同声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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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末早后散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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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